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警察队的队长Captain 他的名字叫做Eric Adams 现在是市长了 他推出了强制有精神问题的游民 接受治疗的方案 而加州州长Newson 也在9月推出了类似的方案 这两条提案不知道他们俩 有没有互相的商量 咱们今天尖锋时刻 就请到了两位朋友来聊一聊 这个话题碰触到了 美国法律的一个敏感地带 也是道德的一个争论点 那就是如果一个人 还没有对自己和他人形成威胁的时候 法律是否可以强制这个人 做他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么第一位呢 现场的嘉宾呢 是美国新传媒总编辑拉米 拉米你好 虞浩你好 纽约洛杉矶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Newt Break法务总监 也是旅美科技洛杉矶分会的 法律顾问金一一律师 金律师你好 宇浩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请到两位啊 又是两位女性 我想游民的问题 我们加州的人 无论南北加州的人 可能都不是很陌生了啊 那么金律师 我知道你在北加州 北加州的移民情况 你有没有看到过 或者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人反映过这样的情况 那个这个呢 其实游民的情况呢 在我们Newt Break平台上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topic 就是很多的那个contributor 他们也会写相关的文章 就是一个 我大概是知道这个数字非常大 大概有16万左右 我看到很多的文章 都提到了这个数字 另外呢 就是说 大家可能有很多的呼声 说是希望能够把他们 就是找到一个地方 让他们住起来 此外还有一个很好 很有意思的这个topic 就是其实 因为那个北加州的租金 就不断上涨 很多大学的大学生 据说 就是说 旧金山地区 这里有可能 有10%左右的 他们可能也面临 就是或者说 已经就已经到了一个 无家可归的一个状态 那我自己呢 是在旧金山呢 的确是看到非常多的游民 或者说 但是我 包括我自己在的工作 所在那个Mountain View 山景城这个地方 也能看到一些游民 你工作附近的地方 应该不会有吧 有 虽然这个旧金山 我们知道人口比较多 大概有100多万 而且我们也知道 游民它经常出现的地方 应该是有些公共设施的地方 比方说 有公园 或者是说有厕所 有水 所以一般很小的城镇呢 如果它没有这些公共设施 或者它到日落的时候 把这些厕所都关了 那游民就比较少 但是像山景城这样 虽然是一个不是人口很多的城市 但它还是有一些市中心 或者是有公园 这样还是能看到一些游民 那那游民 咱们两个人都是在南加州 我反正是 因为有的时候去买东西 会去当他 而且我去了一个地方 显然是游民非常聚集的地方 你有没有机会去看到 这个洛杉矶的游民呢 当然是有机会看到的 但是肯定是没有你常常去的 这个downtown的那么多游民 所以说是我可能偶尔就会看到 是在超市门口 或者是餐厅门口的某一个角落 那么就会躺着一些游民 或者是有一个小飞车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说我熟悉洛杉矶嘛 可是呢 对于游民来说 我并没有说那么的熟悉他们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 它是有关这个精神方面的 这个新闻 那我可以来说一下 就是根据数据上来说吧 从这个洛杉矶游民 服务中心的统计来看 最新的统计 其实就是2020年的 大街上整个洛杉矶的游民 就有两万三千多人 那带着家族成员 一起游民的这种 也有1400 可能就是带着自己的孩子这样子 或者带着老婆的游民 其实反而 对带着孩子 带着老婆的不太容易了 可能是成为这个游民前老婆 就一定不在了 但是那种 所谓为什么说是这个带着孩子呢 有时候啊 就你看到就是有一个人 取的牌子 他那边要钱 他有时候是背着一个孩子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种情况 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 也在统计的数据内 那如果说是严重患 有这个精神疾病的游民的话 大概也有14000多人 滥用药物的15000多人 那HIV 艾滋病携带者 这种也有1000多人 那所谓的脑损伤啊 2000多人 就所以说这个数据上 听起来就是蛮庞大的 那这些人可能都就是 聚集在你长区的 那个downtown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他的部分 都是蛮零散的 就是说以下不可能看到 2万多人在那边 那就是可能 在城市的各个范围内吧 但是其他的就是说 我熟悉的情况 大部分其实都是来自于新闻 比方说这个游民的伤害案件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关 这个精神类的这个新闻 就是说印象深刻的 就今年3月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一个叫罗伯特的这个游民 他迟到威胁 强奸了一个14岁的少女 那这个少女当时是被两名罪犯 就是挟持进入到一个车库 被这个叫罗伯特的这个游民 给强奸了 最后当然罪犯被逮捕了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 典型的一个游民案件嘛 还有一个之前就是发生在我们华人区的 是个Arcadia一家中餐馆 一个游民就冲进这个林先生 开了一家中餐厅 就是挥刀砍上这个服务员的 服务员的首长当场就被劈开了 所以说劈成两半 那林先生就当时就回忆 就说这个游民一看就有精神疾病 所以说这个游民问题在洛杉矶 还是蛮严峻的 我听到的很多新闻 就是因为游民的问题 所以加州的民众对此怨声载道 我相信商家肯定是这样了 但是我实际看到的情况 有一次我在迪斯汀附近的一个商店里面 在等人 等了很长时间 将近一个多小时 我就坐在停车场 我就在边上商店这个停车场里面 我去商店买了杯咖啡 坐在车里面喝 然后我就听见后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然后我那天博特还有点问题 我回过头看着很难受 我就把那个后视镜挑过去 我想看看后面发生什么问题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对着电线杆子 在那指手画脚的时而高升 时而低语 他就非常激烈的在那吵 我想这电线杆子后面是谁呀 我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我下机一看 没有没有人 就是这个电线杆子 在那里差不多 很激烈的讲了大概三四十分钟 然后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去做什么 我就看到商店里面有这个买了东西的人 有的人给他递给他一盒吃的东西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内吧 至少有三个人给他送了这个吃的 有的人还跟他说了几句话 有的是携家带口的人 有的是单身的 另外两个是单身的男子 所以我觉得 普通的民众对这些人 如果他们要是有精神 明显的有精神问题 我觉得善良的人 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么 赖美我看你这个 对游民的事情 做了很多的数据 做了一些研究 现在加州这一部分 我们先说加州这一部分 咱们纽约的听众稍微等一下 看看我们加州 因为九月份就推出了类似方案 好像实施的范围 其实很有限 你看到的报道是不是这样 对 因为它是相当于是这么说 它有一个试点范围 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去安排 为什么呢 我们九月这个加州州长 纽森签的这项法案 它其实跟纽约现在的这个法案 是相类近的 就是说强制游民进入治疗 但是这个 它不是只针对游民的 我们加州这个 它是针对于所有这个精神病患 包含就是说 你就没有人看护的精神病患 或者是家人认为 我已经没有办法看护你了 的这样的精神病患 那只不过说 我们今天的重点在游民上嘛 所以说这个游民 如果在精神病医院 待满三天的情况下 就是要游民去承诺 按时吃药就必须要放出去 不能强制关押 这是现行的这个状况 但是新法律的话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治疗 提高到一年期限 或者根据这个情况 也会延长到两年 那这样一个情况下 所以这个法案 它需要一个准备嘛 那前期的准备是为什么 就谁来判定呢 它是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法庭 去进行判定的 那这个特殊法庭 是有个准备期限的 所以在这个加州 只有七个county 要必须是先行去实行 那也要到明年的十月份 才开始实施这个计划 那这七个county的话 就是包含这个orange county riverside county 还有San Diego county San Francisco county 这个7个county 然后呢 不成立的话 还得要罚款 每个月罚一千块 所以说 对 要罚款的 对 然后那个 如果说是 其他的这些county啊 什么的 那你就是可能延长一点时间 给你准备的期限久一些 就是要到2020年的12月前 就准备妥当 都是要花钱的事啊 准备法庭 这就有相关的人员 你可能还得找医生去做鉴定 因为我想法官 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做鉴定的 然后制定这套程序 执行这套程序 哇 这个而且据我所知啊 据我所知 我所认识的 或者我所了解的 这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好像没有治疗好的 基本上都是需要终身的用药 可能有一段时期要大量的用药 然后维护时期 可能会慢慢好一点 而且它的环境 还不能有太大的变化 也不能受到太大的刺激 我觉得这个 这样的话 真的不知道有花多少钱 但是当然了 相较他们所造成的破坏啊 我想民众的这个诉求 还是要得到重视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说到纽约的问题了 纽约这个 Eric Adams在上台之前啊 建议的时候 他就承认我说是需要 就是对于游民的问题 有一定的手段 那么他们现在推出了这个方案呢 是因为美国基本的法律是这样的嘛 就是直系亲属 当然个人了 和直系亲属 可能还可以说 要求这个人进行强势的治疗 但是现在已经扩展到 像纽约一样 已经扩展到社工 也可以这个要求 对这些人进行强势治疗 甚至是 他们其实不是社工的 case walker 那就是可能是 跟这个相关的人 就可以要求对一个人进行强势治疗 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法律呢 就是这个基本理念是有些区别的 但是这个Adams 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叫做 Candace Law 这个好像是一个 1999年很老的一个法律了 你对这个Candace Law有什么了解吗 对 Candace Law呢 它就像你说 1999年呢 它是以一个 就是女孩子的命名的 因为呢 就是有一位精神病患者 他并没有吃药 导致了就是 就是Candace 这个32岁 32岁的一位女性 然后呢 被他给推到了 那个 纽约的那个地下铁 最后他就是死亡了 所以呢 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这个纽约呢 他就有 就是颁布了一个Candace Law 这个Law呢 有一些 就是说有些条件 首先呢 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 都会适用这个法律 他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才需要适用这个法律 此外呢 他并不是要求他必须要住院 因为住院这个是一个强制性 就是说限制他人身自由的 他只说是要 在那个住院之外的 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 我们在加州 对 你明明说 没关系 在加州怎么样 我们在加州 有一个类似的法律 叫Laura's Law 基本上是和那天的 是差不多的 这个看来就是 他的执行方案和法律 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我估计他可能会 这个执行起来 可能会受到很多很多的 这个挑战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强制性的问题啊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强制法 可能来产生哪些举措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 回到2022年12月8日 礼拜四 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峰时刻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余浩 我们今天啊 就是讨论一下纽约和加州啊 这两个地方游民问题非常严重 那么政府都推出了新的方案 准备强制一些有严重精神病的游民呢 去接受治疗 当然加州的这个法律 可能还不仅仅是真的游民了啊 就是有精神问题的 有严重精神问题的人 都要去被强制接受治疗 这个说句实话啊 真的在美国的法律上看来啊 这个多多少少有点违背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精神 当然尤其是像刚才金律师说的这个Candras Law 已经允许这个非亲属啊 向法庭要求强制他人进行这个精神治疗 我觉得还是具体实施啊 还是可能充满了很多问题 当然我们也请到两位这个现场嘉宾 第一位是美国新传媒总编拉敏 第二位呢是newsbreak法务总监 也是旅美科学洛杉矶分会的法律顾问 金医律师 两位女性啊都来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一看 这种强制会不会最后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 引起社会上的一些强烈的反感 其实法案推出啊 我相信一定会有得到很支持的一面 因为游民问题确实现在是比较严重嘛 那么拉敏你觉得是不是说这个方案你推出来 民众应该是欢呼雀跃的来支持这个法案啊 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去反对了 所以说纽森他自己都说 他早就拼命了一些自由团体说了 说这个项目侵犯人权啊什么的 因为最终纽森是签了嘛 因为纽森他就觉得说 这个法案是对精神病患者是有帮助的 并且呢这个也是得到那个medical illness的 这个精神病患者协会啊 这些什么医疗 医疗机构的这种支持吧 所以纽森就讲说到时候 如果你看到加州街上没有得这个精神病的游民 然后呢得到得了的都得到了好的医疗的这个照顾的话 那你就知道这个法案都伟大了 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给签了 那他就觉得一定会受到很多的支持 他觉得反对的这个理由不充分 受到支持的这个理由是出于保护和帮助这些精神病患者的 那么他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觉得这个法案更多的保护是民众了 金律师你说 对其实我也是想跟您说一样的 我觉得这法律呢 它主要是要保护民众 因为这有点像怎么说呢 就是说有点像check and balance 就是说任何的法律呢 它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也就是说它有它的upside 有它的downside 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这个 就是说怎么说呢 是造成了一些 就是包括您说的 是不是危害了 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一个权力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怎么样去justify 或怎么样让就是说政府 它去证明自己的立法是合理的 它一般它有三个就是 就是说我们叫scrutiny 或者三个test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属于就是compiling的一个interest 是说一种强制性的一种利益 还是说是一个重要的利益 我们说最高的是一个强制性的利益 中间是一个重要的利益 就是说最低的是一个合法的利益 就根据这三个不同的 你这个法律要实现的目的 以及你所考虑的利益 那就是说法律或者是法院 它会从就是说给你三个相对不同的一个 就是说你这个法律到底是有没有道理 一个就是说 所以说我觉得呢 在这里他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因为他认为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可能会对民众造成生命上的危险 而这个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叫compiling的interest 所以他用这个来证明我这个法律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这个当然我们也理解啊 确实是因为发生了很多起恶性案件 而且确实伤害到了很多普通民众的生命与健康 搞得大家日常生活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你说像我这样的 我不敢说我很强壮吧 但是我很胖 所以我本身的质量还摆在那里 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些游民 其实我真的我看到的这些游民 能够跟我近距离接触的 因为我是要走过他们一小段大概有100多米吧 有这么一段 我自己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而我所看到的这些人里边 就是那种很正常的人 我觉得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你说对于他们是不是有好处 我觉得当然是有好处 那么还对其他的民众 会有很多人都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们这么说有好处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 我们待会也可以开放热线听听众朋友怎么说 但是我最担心的一点 我最担心的一点 其实也是法律上一直比较谨慎的一点 就是这个权力会不会被滥用 比如说有一些专门就是 什么叫钉子户或者很刺头的人 警察经常是违反这个违反那个 给警察找了很多麻烦 那么警察会不会滥用这个职权 然后把他们关到精神病院里面 或者说他们不到那个严重精神病的地方 还有一个 这个方案会不会被拘心果策的人利用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社会中见到过 就是像前两天我们看 今日话题还讲这个煤气灯事件 就是一种PUA的方法 一种操纵别人的方法 让别人自己有病影响 这个是对健康的人都会产生一些错觉 让健康的人陷入这种麻烦当中 那么如果要是再加上公权力的介入的话 或者大家本来就讨厌你这么一个人 那么会不会使一些无辜的人 就要精神病院 还有一个也是我担心的 就是这种强制必然会使用暴力 这个是不用说的 不要说再出现一个弗洛伊德的事件 就是警察使用暴力 制服一个显然有精神问题 有缺陷身体有问题的人 或者说你在街上 你看到四五个警察对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明显的是有病了 但是警察还是 一个taser过去 把这人电击倒 然后这个人蹦地摔在地上 然后几个警察把他摁住 这样的人 如果这样的情景 如果被拍下来的话 这个民众是不是会接受这样的情景 拉米你觉得会不会造成新闻媒体 和世界市民的反而对这种执行的反感呢 如果如你刚才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状况 我想当然是一定会的 你想就是几个人警察执法的时候 把一个人压倒 或者说这个人 这个人一定会反抗嘛 因为精神病常常不觉得自己是精神病 或者他喜爱自由 他不愿意被抓起来 对吧 所以如果万一他也是一个黑色 或者说是他是一个油色人种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一定会被某些媒体利用会放大吧 但是这个警察他是一个执法权 他并不是有这个判断 他没有判断权嘛 所以说才有这个特殊法庭的存在 就是说给警察这个权利 去进行这个强制执行 那最终的这个依据 还是医生的这个诊断 是否这个人患有精神病 对 我同意 我相信 对 今天和余浩经常撞在一起 对 是 我同意这个拉米的说法 就是说 因为我也回到您刚才说的那点 就是您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因为怎么说美国的宪法当中 我们叫做有一条叫做Due Process Due Process 它所保护的人的一个基本权利 就是当你的人生权利 或者你的财产权利被侵犯的时候 你可以要求有一个就是正当的程序 去无论是举证啊 或者是argue啊 那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拉米说 需要有个court 一定是什么立法的时候 它需要有个court来决定 这12个月再加12个月 并且呢 其实这整个立法呢 它是有一定的渐进式的 就比方说Lawla's Law呢 它是 它也是要有原症精神病 而且是在你不能够 你不接受就是说 自愿的一个治疗的情况下呢 然后呢 这个就是它可以要求你接受治疗 但这治疗呢 也不是说要就是说住院的那种治疗 如果是住院的治疗的话 它有两个法案 一个叫5150 我说是加州哈 5150 它是个72小时 5250是14天 这当中呢 都是有个像 我们说就是Due Process involved 比方说这14天啊 你必须要是court来决定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是从72小时能够到14天 其实现在这个纽森 它通过了这个法案 就是为了去说明 这14天之后怎么办 如果14天之后 那是不是就说 他们他们就是就走了 那接下来就没有法案了 它想用这个法案去 去怎么说呢 去cover这个14天之后的情况 也就是12个月 加上12个月 这12个月并不是让你 住在这间病院 至少我从这个法案的 现在文本上来看呢 是还仍然是接受 就是说住院外的一个治疗 同时呢 它会给你提供一些house的这样的一个benefit 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治疗的话 他们是可以采用一个就是说强制的手段 就是把你关押的 那这个关押可能就是走的正常的 这个就是一个形式的一个程序了 对 嗯 这个我想说一句啊 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有人知道 就是这个精神类药物吃下去都不是一个非常对身体好受的一个情况 会引起身体很多的副作用 稍微轻微一点的啊 可能就是昏睡 这个其他的一些还可能引起身体的很多很多的不适 所以这个让精神病人自己去自愿的去服药 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并不是像我们感冒了 然后比如说你鼻子不通 然后给你喝味药水 然后你鼻子通了 你会觉得很痛快很舒服 真的是大部分的精神病药 其实不是这样的 由于事件原因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之后呢 我们开放热线 我们来请纽约和加州的朋友们说一说 你对这样提出的法案 你会支持吗 还是说你是像民权团体一样会激烈反对 认为这样可能会侵犯人权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 回到2022年12月8日礼拜四 东西岸联播节目 尖锋时刻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余浩 今天在线上 我们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美国新传媒总编辑拉敏 另外一位是Newsbreak法务部总监 也是旅美科协洛杉矶分会的法律顾问 金依依律师 请到两位女性朋友来聊一聊 根据自己的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和看法 聊一聊这种 纽约和加州都要开始强制有精神问题的游民 被 等于说强制接受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也想听一听听众朋友的意见 如果您知道相关的情况或者您认为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626-585-1300 或者拨打626-585-1596 来说一说你觉得这样的法案 推测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你不支持和支持的道理是什么 我们先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这位听众朋友你在电话 强制精神病人是不是 也不是说强制 美国是讲人权的 但是家庭里面 因为我的奶奶也是精神患者 一年两三个月 以前在大陆没有药物治疗 就是说把他锁住家里面 我奶奶 我的家母娘也是这样 她因为受到刺激 我家母娘脚期是离分 离分是这个60年代离分 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他也是送成精神病 那个 所以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问题 您觉得接受这个强制的治疗 是有必要的是吗 但是你在街上会伤害人 要强制治疗 你会伤害 没关系 非常感谢这个分享 这个家里的情况 能够让我们知道 我们时间员一样 接听另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非常感谢 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 这位听众朋友您在线上 可以听到吗 对 我可以听到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强制这些游民 有精神问题的游民 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 这个想法是非常的好 说实在的 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它必须要保护一些人权 所以说你这里 你这样做的话 是比较 只是比较理想一点了 当然我是赞成了 你赞成 但是我个人认为 移民最大的 就是说解决移民的办法 要先从移民局介入的开始 这些游民呢 里面有很多 很多是这个 是这些就是我们讲的 无证移民啊 他们的美国梦已经破碎了 所以说呢 我对不起打断您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是有统计数字的 这个统计数字 其实大部分的游民呢 还是我们 还是我们本地的合法居民 游民其实就是这个外国的移民 其实并不是很多 不过谢谢您的分享啊 我们再接听另外一位 听众朋友的电话 这位听众朋友 这位听众朋友 您在线上可以听到吗 听到谢谢 我个人的意见 是因为我在2020年 有参加那个人口普查的工作 所以说我刚刚对于 那个来宾提供的数字呢 我真的是很 很高兴能够说 了解我们现在有这些 数字的这些流民 需要我们的帮助 那我自己个人认为的 方法是这样子的 既然我们人口普查 已经列出有这些数字 那还有一些是有家庭的 然后有一些是有精神疾病的 所以说这个法令呢 建设 就是说我们的加州的 我是本身是加州的居民 如果加州的州长有 他把这个法律成立了之后呢 我相信应该是各个单位 配合在一起的 就是说把这几位 两万五千名的人造册之后呢 是要一直追踪他们的 尤其是呢 要分类清楚 然后要跟一些社工团体 然后一些福利团体 全部合作 跟医院甚至 甚至跟那个 从法律的角度 然后从 社会福利的角度 然后从医院 医疗的角度 是的 然后能够尽量让到 这两万五千个人左右 这这么多的人呢 能够得到加州的 得到相关的保护 就是在经费上面 我们了解 会有相关的 但是尝试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做一些试点 时间源一样 我们感谢您的分享 我们再听另外一位 听众朋友的电话 这位听众朋友 您在线上 可以听到吗 你好 我是同意 也不同意 也不赞成 因为我以前住 纽约的时候 我公寓圈内有个游民 是会议的游民 那他 因为后来他经常 我先生给他钱以后 就比较熟会聊天 他就装成 好像有点神经病 这样 夏天不管什么 都穿一件雨衣 后来跟他聊了之后 他说 他之所以会打扮成这样 是要吓人 然后因为这样的话 就没有人会伤害他 但是所以有些并不是 好像真的是神经病 他们只要保护自己 把自己装成像疯子 那就没有人会靠近他们 因为有时候也会有的 小孩子不懂事 烧一些游民 这是我 所以我赞成也不赞成 这样子 你说的这个也对啊 就是他们要为了保护自己 无论是普通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游民 都有可能会伤害他们 是吧 对对 就是就算他们装成 他们自己疯子 那没有人会靠近他 烧他们或怎样 因为这是这个 灰衣这个游民 他讲的 他他就是很正常 因为他也不会跟我要钱 但我会给他钱 但他他总是在 我现在下班的时候 在地铁前面 等着他那段时间 所以就比较会 瘦一点就会聊天 但他是正常 但他打扮成是吓人 都是穿一个 不管夏天冬天 都穿一个雨衣 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 这个是亲身的经历 很难得的一些经历 谢谢您的分享 我们再接另外一位 听众朋友的电话 这位听众朋友在线上 主持人你好 99年之后 是我们 卢导弗·朱利安尼 做市长 他做得非常好 他不光是把有病的人 从路上把他请走 到医院里去 路上不准有游民 你就是正常的 他晚上 特别是冬天 他一定要把你 送到short里边去 还有 他做了事 有一点过分 警察当时可以收声 他怀疑任何人 特别是在哈林区 那些非洲裔 他就怕他们身上 有枪支 为了这个事情 Kort involved 但是Kort站在 我们市长的那边 这个一直延续 到布隆伯格上来 还是这样做 后来布隆伯格想出来 选总统 还向非洲裔 做了道歉 就是这次 Covid 19 就是我们前市长 那个De Blasio 他前面有个problem 就是有两个警察 带了个护士 护士是专业人士 他就在路上 跟那些 就是homeless 他看 这个人精神有问题 可能有Covid 讲话 他不正常 就跟警察讲 这个一定要把他带走 就是这个problem 执行了一段时间 可能是钱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就结束了 肯定是 肯定有关系了 肯定有关系了 对 OK 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 好 非常感谢 这位纽约朋友的分享 我觉得 这个钱肯定是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没关系 我们再去听 另外一位 听众朋友的电话 因为我根据的这个 我是搞医的 这个管理这个病人 这种情况 他是有病的 如果经过断定 他这个病是在身上 他就应该得到治疗 为什么 根据着我 我想问一下 您同意不同意 这种强制治疗的方法 抱歉 我们这边可能有一点点 电话的故障 刚才断掉的朋友 可以麻烦您再打一次 是这样的 我们其实很关心的 就是强制的做法 因为这个跟美国本身的 这种一贯的法律精神 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因为当一个人 还没有对别人和自己 实行伤害的时候 要强制他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 我们可能有的人看过 Tom Cruise演的一个电影 叫做Minority Report 就是他可以预示这个人 将来可能会犯罪 那将来会犯罪 他没犯罪呢 这时候能不能抓捕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 好 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就来 我们再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Hello 我可以讲了吗 根据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治疗 是病人就应该给他治疗 美国的经济还是不错的 讲人权的话 那更应该来治疗 为什么 我就根据的 以前我在一个大医院里 他这个病 有精神病房 病房就靠近我工作的地方 他那个有 那个大门啊 很厚的一个大门 一直都把它锁得很深严 他里面那些病人 差不多也有一两百不止 他就每天给他治疗 治疗不是光用药物 他有很多方法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 反正那些病人 经过一段治疗以后好了 但是呢 他就鉴定一下 可以出去的 不发生问题的 他就让他回去了 我觉得这个 好的 谢谢您的分享 看来您是比较赞成这种 接受治疗的 强制治疗的方法 我们再接另外一位 听众朋友的电话 好 这位听众朋友 您的现场 嗨 您好 您好 我同意 首先我是同意 我跟很多游民都打过交道 见过很多游民 跟很多游民打过交道 有正常的经营事业 所以夫妻都沦为游民 那有给我钱的 有我向他借钱的 我向游民借钱 因为我没有零钱的 搭搭车子 那那个 还有一次碰到 在一个体育场的门口 见到一个游民 躺在草地上 草坪上 躺了蛮久的 好像在享受阳光 但是他那个 路边就站了六个警察 两辆警车 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 他说我们等这个 社会局的人来接他 所以警察没有动手 要等社会局的人来接他 这位听众朋友 你还在线上吗 好像断掉了 那抱歉了 麻烦你再拨打一次 对不起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因为时间原因 我先要进一段工商服务 工商服务之后 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 跟大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后市追踪民生关注 惊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 回到2022年18月2日 礼拜四东西岸联播节目 惊风时刻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于浩 我们现场请到两位嘉宾 一位是美国新传媒总编辑 拉米 另外一位是Newsbreak法律总监 也是旅美科学洛杉矶三会的 法律顾问金一一律师 两位朋友刚才已经讨论了 加州还有纽约 准备强制一些严重精神疾病的问题 接受治疗的事情 最后还有两位各有一分半的时间 可以总结一下 你们认为这一次 我们这些听众朋友的意见 以及这一次加州和纽约的措施 总的来说 会不会能够解决游民的问题 或者说对游民问题有些帮助呢 拉米 请 刚才听从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我觉得真的很欣慰 有些是医疗从业者 有些是家里边有精神病的家人 然后还有一些 跟游民打交道的 所以说大家都是愿意 share自己的亲身经历 让我们也就更加了解这个游民的一个情况 然后其实我觉得呢 政府我们也不要一味的去打压它 因为就说政府不好啊 什么 其实从2017年的这个measure h开始 大概我们洛杉矶吧 已经有7.8万人提供了这个永久性的住房 所以很多人他们从游民变到了 进到这个永久性住房 走的话 我们现在光洛杉矶可能街上都得有10万人 现在我们有2万人嘛 所以就是今年的话又增加了这个30亿美金 所以说是希望可以提供这个游民的住床问题 所以说每个人可能要耗资18万 然后给他们提供这个床 所以刚刚结合今天的新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看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案 才能决定说是这个强制性对游民的这个精神治疗政策 是不是可以贯彻下去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游民 帮到我们的其他民众 以至于不让这个精神病患者的游民伤害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全方位的 所以说是光是一件一件的去做的话 那有时候反而会就是适得其反 所以有时候还是 我觉得政府应该是更多的是整合起来 把所有的这个资源和力量 否则的话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那就还不如现在呢 好 感谢另外一位金医律师 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 那从听众朋友的我们的来见来看呢 无论是从精神病患者的亲友而言 或者是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而言 或者是我们就一般的就是民众而言 大家应该是对这个就是政府的这个 他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大家是认可的 就是如果说精神病患者 他可能会对人身告诚危险的情况下 政府是不是就是说通过一个非常有限的 比如说非常被限制的一个程序 也就是在亲友他们提出这个建议 然后在那个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然后那个政府呢 他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 有法庭 法官经过正常的程序 给你聘请法律顾问 甚至就是最后决定一个监护权 因为在加州其实有LPS法案 它是专门来在1967年就办过法案来解决 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一个人权问题 所以说应该是对政府呢 可能还是要有信心 谢谢 好 非常感谢严重姐 我觉得强制有精神问题的游民 接受制作进程 一定会因为一些激烈的事件 而被媒体和大众关注 也一定会出现一些有争议的行为 但是无论是加州的Newson 还是纽约的Adams 这些举措 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值得尝试的方案 对于游民的治理 我觉得最艰难的部分 就是整治这些有精神问题的人 那么这终于开始了一些实质性的动作 这个时候我觉得对警察和对社工 也是一次考验 对医疗部门也是一次考验 希望他们能够摸索出成功的办法 为解决或者说减轻移民的问题 做出一些成功的或者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 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美国新传媒总编辑拉敏 谢谢 谢谢余浩 谢谢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 好 也感谢第二位嘉宾 Newsbreak法务总监 也是旅美科协洛杉矶分会的法律顾问 金一一律师 好 谢谢余浩 谢谢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 好 因为节目时间 我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